憲法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由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此可見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總統賴清德就直言說 以憲法解釋兩岸關係 台下管理人員鼓掌歡呼回應 不過這段話 國民黨認為是兩國論台面話 也看不出來賴清德在兩岸間的善意 前總統馬英九也指出賴清德的演說 顯示新兩國論 擔心未來的風險挑戰 民眾黨則指出 接下來的三個月 將持續觀察新政府如何處理兩岸事務 其實在現階段你知道 中華民國還是一個公約數 如果有人要脫離這個公約數 那他要 自己要出來說明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指出賴清德这席化並沒有問題 也同意賴清德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從立法院長韓國瑜手中接下兩枚鼓喜 在近日立法院動盪情勢下 同框畫面受到各界矚目 賴清德演說中呼籲國會遵守程序正義 多數尊重少數 少數服從多數 不過藍白認為目前看不出綠營立委勝意 未來朝野甚至行政立法要怎麼合作 也將是賴政府要克服的一大挑戰 有些新聞阿斯巴都立法院採訪報導